火锋顶啊 这个挂是 我们前面说的 年运挂 它的大背景后面 在这个挂 之下的年运挂 一挂 住十年 当然这个黄帝经是 元慧运势啊 它也有好像不同的 本本 有的估计是假的 但是不管哪一个 这个挂都出现了 那我们先说一下 这个鼎啊 现在不太了解了 国家也没鼎了 好像也没有过去的 那个 那么一朝天子 那么大的威望 但是 象征性的总是有的 那么这个鼎呢 就装食物 最基础的 你老百姓 首先得有吃的 这个国家 得有余粮 那就开始 人 先要吃饱了 吃饱了云暖和 先有的火 这就是基础的基础 这就是基础的基础 下面是木 上面是火 好像点柴火 烧饭 那没有水不行 水在哪呢 这有一个泽 泽化也代表 水气 但是整体的 这个护卦 就是中间 这个大象 是一个水 然后问鼎中原 三足鼎立 怎么样 就象征了一个地方 独立了嘛 就是一个政权 很形象 下面这个是腿 中间呢 是顶的耳朵 以及 这个横梁啊 因为阴的 它主食的嘛 我们通常 会把它看反 那么阳呢 好像填满了 所以阳的是空的 我们先说啊 这个 就像一个新的 那么圆极 一个开始 横通 最后结果怎么样呢 那个 看你的造谎 还不一定 圆横立真 这一开始是好的 这么说 那么初六呢 就是说 建了一个新的政权 格固顶心嘛 这个顶 代表 建立新的 格 代表格出旧的 那建立新的 开始呢 还是有才与势力 那么 就是 啊 像 还是要 有这些 因为成上体下的东西嘛 总是有过渡的 就像娶了妾 得了 这个孩子一样啊 面对着一些 旧臣 啊 要 也没关系啊 能不能重新开始 那九二呢 就是 顶里面 就开始 烧火了 有 有 有饭吃了 然后呢 我的仇人呢 暂时 因为 先前的一些余威 包括 他们还 来不及去报复 这个时候 还是好的 九二 虽不 因为九一呢 可能还辛苦一点 那九二在中摇 就好得多了 那九三呢 它虽然是 很正 但是 古代呢 你像改革也好啊 其实 这个耳朵呀 这个顶的耳朵 一个器武 做得好 就是一个时代的 象征 这个一个政权的象征 就是它 那么这个顶的耳朵里面 烧的时候还装满了饭 就行不通了 那这个时候 但是 还是没有太大关系 是因为上下不呼应嘛 虽然说你很正 但是 也没有 因为在中三四一号多修 但是 这个 好像 这个雨啊 反正就是这种形容嘛 还没到来 有所亏损 然后后面还是好 那么九四呢 就是说这个顶的耳朵 一开始在下面 很容易掉 那掉了 那个 到处都是 十五脏了 那就不好了 那六五呢 就换上新的 那就 更结实 一定换得好了 上九 就加一些点缀 就好 就好